泰國軍方在星期四說 不知道泰國將會在何時恢復民官政府 在一個星期前 泰國軍方發動政變掌握了政權 泰國陸軍副參謀長說 雖然軍方不希望繼續掌權 但目前的條件是不適合選舉 他說為了使泰國並且成為一個失敗的國家 這次政變是必要的 這是泰國陸軍80年來第12次發動政變 泰國軍方禁止舉行抗議活動 自從掌權以來 已經拘留了幾百名政府官員 政治家和反政變活動人士 大多數被拘留者 在保證不舉行抗議活動之後獲得釋放 但軍方命令更多人自首 其中一些人面臨起訴 人權觀察組織星期四 敦促泰國軍方停止逮捕和平的批評人士 和不要將平民送交軍事法庭 大多數被拘留了 反正的聲音 中文字幕堂 在報告中 停止 幻想中文字幕堂 有限時 有限時 零 有限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